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但是就是 志愿者啊或者说是大白就是打草的人的话 就是肯定跟不上嘛 所以会稍微的脏一点 然后洗澡的话是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 有热水洗澡的地方 然后晚上的话就这里 不熄灯 这三个是我感觉是大家吐槽最多的地方 一开始就是 大家对这个病毒 有恐慌有恐惧 到现在我觉得大家看到 就是上海发布每天的这个 人数的这个爆出 就是已经慢慢的接受了 这个病毒然后也知道说 这个病毒并没有那么 可怕 我觉得这个是 大家就是 民众意识形态的一个转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